好 大家好 我是世瓦院長許忠麗 現在是新年年假期間 我在這裡跟大家拜年 年假時間很長 長達九天 如果大家不知道要做什麼 或許可以來選一本書好好閱讀 那你如果不知道要讀哪一本書 或許我可以來跟各位推薦 首先我跟大家介紹一本科幻小說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讀科幻小說 因為有時候在寫文章常常碰到一些難題 如果看到科幻小說 常常他的創意就常常給我一點刺激 所以碰到的問題常常就會迎刃而解 第一本就是要跟大家推薦的是 加拿大的作者Robert Charles Wilson 他所撰寫的《時間的迴旋》 他的科學的創意 就是地球被一個時間末所包圍 這個時間末就是時間迴旋 在地球的六十年就是相當於外面的數十萬年 所以就面臨地球可能因為外面的太陽已經快要滅亡 所以地球也有可能快要滅亡的這個情況 人類在這一個世界末日的時候 他是怎麼樣得來自主 所以書上也有非常精彩的人性的描寫 所以他的科學的創意還有人性的描寫 我覺得是這一本書的特色 所以我想就推薦大家閱讀這一本《時間迴旋》 第二本書我想推薦大家閱讀本土作家陳柔靖 他所寫的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 他都是在介紹日志時代我們的父子輩 他當時的日常生活是怎麼樣的 那麼這本書裡面有一些有趣的段落 就比方說就提到在日本時代根本沒有什麼自由戀愛 當時的報紙批判自由戀愛說 若乃不由父母不問門弟德性而曰自由戀愛 則與嫖客倉妓合意 我曾經引用的這一段在過去就在我的意見書有引用 對到底什麼是工序良俗隨著時間的變遷有不一樣的一個看法 那麼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 這是一個要了解過去日志時代 我們的父子輩的生活 那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一本書 接著跟大家推薦我國以前做德國外交官蔡建華 他所寫的兩本書 一本是《政論中的德國》 一本是《德語是一座原始森林》 這兩本書都非常的有趣 他介紹的寫了好幾篇有關於德國的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一些介紹 就比方說他裡面他有提到一篇 是《女性及男性領導階層平等法與兩性的經濟平權》 那麼這個法律是要求德國的上市公司 它的監視會裡面至少要有三分之一是女性 那麼這一點其實在德國的社會引起非常大的爭議 那麼他這一篇文章就寫這個法案來龍去脈 然後在社會產生什麼的爭議 那這個德國 她的女性的這個地位 那麼現在都還是在 需要透過國家的法律來積極的督促 來提升 在台灣我們的情況類似也有點不一樣 但是至少我可以跟各位透露一個消息 目前台灣2100多個法官裡面 女性的法官的人數已經多於男性法官 這本書其實還有很多有趣的題目 就比方說他有一篇提到德國的博士頭選狂熱 這個德國人非常重視德國博士的頭選 所以如果你拿到博士 你的名片或者是你家裡 你的那個或者是你的身份證都可以寫 你是什麼Doctor什麼什麼什麼 因此就社會上就是最近也發生過很多人 就為了想要取得博士的頭選 讓在社會上讓大家尊敬來到其他國家去透過金錢 來買野機大學的德國的博士的頭選 引起了非常大的爭議 那麼這幾本書都是對當代的德國的一些有趣的現象 所做的一些分析非常有趣 在這裡介紹給大家 最後一本我來跟各位介紹一部大部頭的書 《中國西征》 那麼這次有一天我到書店看到架子上有這一本書 那麼翻起來來看就感到非常有趣 那我個人其實是從小對歷史、地理、人文的這個著作 都非常的感興趣 那麼這一篇它其實就是在介紹以前大清帝國 它如何征服目前新疆的 位於現在新疆的準格爾的蒙古的帝國 那麼他分析的當時為什麼清朝他會去西征 還有為什麼這個征服會成功 那麼他其實舉得說這個其實並不是一個歷史決定論 它可能會涉及到一些非常多的一個政治因素 經濟因素甚至生態環境的因素等等 所以許多其實都是歷史的偶然而不是歷史的必然 那麼我覺得讀的這本書可以讓大家對於當前我們的這個處境 都可以有各種不同的一些省思 那麼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書 可以在這裡推薦給大家 雖然是很厚 那麼我當時看了兩三天就把它看完 那麼或許在連假的這一個九天 你們有興趣的話也可以拿來閱讀 那麼其實閱讀是非常非常主觀的 閱讀的喜好是非常主觀的 那麼以上只是就我個人的一個主觀的愛好 那麼拿出來跟各位分享 那麼如果對各位選書有所幫助 那也是非常不錯的一件事 以上跟各位推薦的幾本書 希望大家會喜歡 最後在這裡跟大家拜年 祝大家新年快樂